哈喽大家好,这里是Jobber的思维成长记录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开普工程 甲壁丹叶亚来 这期节目的资讯均从网上搜寻获得哦 叶亚来为何那么重要? 为何我们必须记得叶亚来? 它为吉隆坡热后的繁荣垫下基础 没有它就不会有今天的吉隆坡 大多数人记得叶亚来 也是那条为人熟知的吉隆坡叶亚来路 如今吉隆坡开普至今已有160多年 遗憾的是 华裔在这段拓荒历史的贡献 从未受到有关当局应有的重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科书对这段历史 仍然描述得不多 甚至刻意淡化 在这里要做一个声明 这期节目不是要挑起任何种族纠纷 只是单纯讲述历史哦 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淡化与否还是存在的 同时还是要声明 马来西亚是靠各民族一起共同努力下 创建和经营而来的 并没有功劳多寡之分哦 本期节目将分为 叶亚来如何来到马来西亚 叶亚来如何称为吉隆坡之王 以及叶亚来的贡献这三个章节哦 首先我们来说说关于叶亚来的出生 叶亚来出生于1837年 也就是清朝到光时七年 叶亚来出生在广东省 惠阳县 大水区 沙坑乡 周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小时候曾经入学私属读书 但是家里无法负担 他仅读了两年就辍学了 由于他家实在太贫穷了 所以他少年时代 需替人放牛和偏执猪器 来贴补家用 当时的清政府在和太平天国打仗 搞得民不聊生 于是叶亚来选择离开家乡 来到南洋谋生 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太平天国是什么 这里就补充一下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 太平天国是清朝到光晚年 即1851年 至1864年间建立的政教合一 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一个反叛势力 创始者洪秀全和冯云山 而他们推崇的教会是拜上帝会 由于当时民不聊生 导致很多人追随他们 他们自立为王 称其国为太平天国 市立正一度大到自下人口有3000万 太平均公克过600余座城市 市立范围遍及18省 这一场历史相当久的内乱 使南方很多的地方 包括易亚来的家乡 惠阳县 也受到严重的破坏 农村经济破产 社会秩序大乱 由于局势持续动荡 许多年轻的乡民为求生计 而选择离乡背景 其中不少前来南洋谋生 于是 在1854年 17岁的易亚来 便跟随同乡来到马来西亚开矿 许多著作对他到底是属于自由移民 还是以脉租宰 或者契约的方式南来 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罗湘陵的记载 易亚来是以脉生的方式来的 罗湘陵对易亚来的南来经过 有详细的叙述 来自港国内生活为奸 立足匪役 又正于海外富庶 乃于母山 决志卖身为主宰 立宪三年 得数十经 交母养老 引气败别 但也有作者认为易亚来是自由移民 根据《真铁城》记载 咸丰四年 记忆八五四年 这时候易亚来正好十七岁 四个个子矮壮 短小惊悍 而有点固执成性的青年 郑德堂上双亲的同意后 毅然离开了在惠阳 失守了八代的家园 有本县的渡口 澳头 搭了小渡船到群带舟 当时香港在民间还引用这一名称 后期到上山之围的大眼鸡船 靠着风力向南航行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城 终于抵达当年夜市族人 桥居最多的古城马六甲 其实不管是租载 还是梅契约束缚的自由移民 绝大多数早期移民难来 后都岌岌无名 最终老死易乡 而越亚来却例外 在易乡闯出一番事业 越亚来抵达马来西亚 越亚来在马来西亚最初几年表现相当频繁 她具备了典型移民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是她勤俭耐劳 缺点是她软上一些肉席 包括嗜毒 当越亚来在马六甲上岸后 由竹青叶国士安排她到榴莲洞家 Durandunga的一家矽矿工作 四个月后 由于该矽矿生意欠佳 越亚来被转接到附近的吉山镇 柯山的一家杂货店当助手 店主业务也是越亚来的竹树 越亚来虽然勤奋工作 但工作之余沉迷赌局 使业务对她失望 一年后决定前送越亚来回乡 有关越亚来被全返中国仪式 有作者认为 主要是因为业务的杂货店生意不好 而结束营业 但如果只是单纯因为杂货店结束生意 越亚来可被介绍到其他地方工作 就如上次从榴莲洞家矽矿转来吉山镇一样 而不必被打发回中国 因此这次被选送回乡 很可能与越亚来的嗜毒行为有关 业务或许无法劝阻越亚来戒毒 又担心无法与家乡的族亲交代 只好借故将越亚来送回国 以免越亚来堕落异乡 根据一般史书记载 越亚来不敢违抗越武的命令 只好趁船离开马六甲 当他到达新加坡 等候转换大船回中国时 赌信再发 结果将祖书所送的回乡前 给输逛了 必使他不得不折返马六甲 他当然不敢再见越武 便与一名叫越福的同伴 从马六甲步行至附近的鲁谷 鲁谷去发展 可能也是因为这次的教训 他决定戒毒 并发奋图强闯出一番事业 因此可说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856年 他到了鲁谷 先在惠州级客家人张昌的矿场当厨师 三年后 改行买卖租 生意顺利 义务扩大至附近的双气乌荣 宋爱乌冲 并因此认识当地华人贾币丹 盛明利 的随身护卫 刘仁光 由于大家都是惠州客家人的关系 他获得刘仁光的信任 受押加入盛明利所领导的海山派班会 他也不再经营租资生意 改任刘仁光的助手 从此卷入当地的政治 经济和族群斗争 1860年8月 刘西乌荣两个马来集团 因争夺华人西矿税收等利益 而发生冲突 当地两个华人帮派 即海山派和异兴派 也因为本身利益而分别支持其中一方 这次的武装斗争历时半年 双方死伤惨重 结果圣明利的一方脏败 圣明利本人在败退时 遭敌方人马所请 并且被杀 刘仁光和易亚来则在战争中受伤 这次战争的死伤人数 估计华人有6000人 而马来人也为数不少 这事件被称为双西乌荣邪斗 亦亚来协助将圣明利安葬在马六甲 并见庙供奉 尊称他为先师爷 后来他又在吉隆伯和芙荣等地 多处新建先师爷庙纪念圣明利 战乱过后 华屋各方都有所反省 为了善后和预防类似冲突重演 都认为应寻找互相谅解之道 在华人方面 当物质集市推荐一位新领袖 继承圣明利甲壁丹的位置 结果叶雅时被推荐为华人甲壁丹 但他自在经商 没有多久便卸任 叶雅时推举叶雅来去任 因为他在上次的战斗中 表现出超凡的英勇 而且他善于管理抗攻 和维持持续 具有领袖才能 在1861年 当时叶雅来只有24岁 便已在马来亚闯出一番事业 成为权重一方的华人甲壁丹 叶雅来如何称为吉隆坡之王 他的一个人生转折点 是离开双弃乌龙 转往吉隆坡发展 他担任双弃乌龙华人甲壁丹一年后 便卸任 因为他接受了老长官刘仁光的邀请 到吉隆坡去协助刘仁光发展矿业 也因此他与吉隆坡结下不解资源 刘仁光在1860年的战斗中 富山后逃回如骨 不久后转往马六甲发展 其后刘仁光前往吉隆坡 投靠当地的第一任华人甲壁丹秋秀 不料没多久 秋秀病死 刘仁光被推举为第二任吉隆坡华人甲壁丹 刘仁光觉得责任重大 孤杂难民 便邀请旧部署易亚来等人前来协助 由于他办事有力 公司业务都管理得当 开始累积了一些财富 1865年 他开设了一间名叫德森的药材店 使他的事业更多元化 同年 刘仁光还未使叶雅来能安心在吉隆坡发展 撮合他与马六甲乔生女过更交的婚事 1868年 吉隆坡第二任甲壁丹 刘仁光病重 不得不认真考虑继承人 刘仁光本属义由叶雅士来继任 但在叶雅士的推迟下 刘仁光只好与当地马来领袖讨论后 取得苏丹阿多沙末 苏丹阿多沙末的同意 内定由叶雅来继任 临死前刘仁光交代叶雅来将他的遗体暗藏在马六甲 也要将他的个人财产交回他在马六甲的亲人 31岁的叶雅来继任为吉隆坡第三任甲壁丹后 但是马上就要应付一些华人内部的挑战 首先他受到刘官张姓中卿为主的一批华人的反对 这些人认为叶雅来之力不足应该由他们的中组长辈中选出一人担任甲壁丹 同时他们也要求分享刘仁光的财产 叶雅来为了化解这个危机而强妙地透过马来领袖来使众人服从 马来土球苏丹普亚沙苏丹普阿萨告诉反对叶雅来的人 苏丹和地方领袖已经同意叶雅来担任甲壁丹 而且这个安排也尊重前任甲壁丹刘仁光的遗嘱 经过马来领袖的调解 叶雅来的职位才告安稳 他从中也得到一些启示 知道以后不能都靠马来领袖来撑腰 自己应该要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反对势力 因此他积极招募战士 增强自己的保安和武装实力 他也卷入一场比华逐间的权力斗争更复杂的战争 积雪兰儿内战 发生于1866年至1873年 这场内战是由于西米征税权的利益问题 导致马来王族中的两个集团发生冲突 初阶段的内战双方 是拉尔马提 拉扎马提和拉尔阿都拉 拉扎阿都拉 结果拉尔马提打败了拉尔阿都拉 成为雪兰儿最有实权的人物 他以苏丹代表的身份于1869年6月 正式撤封伊亚来为甲壁丹 在庄严盛大的寿风仪式上 他入乡随俗 身穿马来王族服装参加圣典 但马来王族间的斗争还没结束 不到一年 拉尔马提的势力消失 他被苏丹的女婿 东姑姑丁 东姑姑丁所击败 被赶出拔身 伊亚来逼遇形式及本身利益 转而和东姑姑丁结盟 直接卷入第二阶段的雪兰儿内战 拉尔马提推出拔身后 心有不甘 除了重新组织马来军队外 倒戈而失守 伊亚来眼看大势雨去 只好撤退至拔身 经过几个月的重整军队 尤其是从中国木来一批新兵 再加上东姑姑丁的马来军队 和彭亨苏丹的援军 伊亚来成功在于次年 三月收服吉隆坡 而拉尔马提集团的势力 终于被肃清 雪兰儿内战结束 战后的吉隆坡 废墟一片 锡矿场也化为水潭 贾币丹伊亚来说服了 准备他签的将士同僚 使他们留下来和他 共同努力重建一个新的吉隆坡 当时内战时的伊亚来 被负超过10万的战争债务 加上经营的矿场积水 一度面临破产 他不得已向英商 新加坡 马六甲华商借贷 以维持矿业生产 当时的借贷缴付高达 18-20%的利息 1873年5-6月间 东姑姑丁特地从把申前来吉隆坡 基于正统的观念 重新委任叶雅来为 吉隆坡华人甲币丹 授予伊亚来合法管辖 吉隆坡的权力 从1873年至1880年间 他全力建设吉隆坡 从一个战乱的废墟 发展成为雪兰儿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奠定了伊亚来在吉隆坡 发展时尚的地位 伊亚来的贡献 在这段时期 伊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除了加强保卫及隆坡 使局势安定外 还有包括发展基础建设 如开闭道路和新建房屋 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举办文教慈善事业等 以下分三个方面来叙述 第一是政治方面 伊亚来制定一套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政策管理 他做事果断 散发分明 重视治安 他组成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 除了维护室内治安 也使附近巴神河的海盗不管妄动 因此在他的治理下 吉隆坡少有重大罪案发生 而且伊亚来也扮演监督和协调各民族 各会党和各行业领袖的角色 使大家安于本分 在各自的习俗下活动 以及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经营生意 同时他和苏丹 父王东姑古丁 以及英吉祝官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使他管理吉隆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一方面 他不但善于团结华族 而且也善于团结友族 其一贯主张华屋合作 友好相处 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二是经济方面 他首先发展当时最有经济价值的锡矿业 他向政府和银商借贷开矿资金 并从马来亚各地 其中包括了鲁谷和双西乌龙 甚至从中国引进劳工 使吉隆坡地区成为马来亚的锡矿中心之一 1878年 锡价高涨两倍 使得他还清债务 1879年 他一月成为吉隆坡首富 在他巅峰期的事业 正拥有锡矿一千多亩 员工五千人 掌握了整个城镇的经济实权 由于马来居民不善于开矿 他就鼓励他们在吉隆坡近郊中道 并给予各方面的协助 其中包括提供他们资本和技术上的改良 以增加粮食生产 他也从中国运来菜种 在本地种植 使本地增加了蔬菜的品种 同时也鼓励其他农作物的种植 此外 他为了重建战乱破坏的吉隆坡 极力推动建筑业和公共设施 并开设砖窑 鼓励居民以砖瓦兴建房屋 他所经营的业务多元化 除了以上所述 上包括牧牛厂 养猪厂 土厂 采石厂 码头 仓库等 另一方面 他也在中国招募大量的劳工 来吉隆坡与进行开发 吉隆坡在二次争夺战后的重建 都得利于叶亚来 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也吸引了华人继续留在吉隆坡 从而使得吉隆坡得以重生 并且更为兴旺 第三是社会公益和文教方面 他甚至当时医疗服务非常缺乏 而居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医疗照顾 其次是宗教上的精神寄托 以及子女的教育 于是他设立吉隆坡的第一家医院照顾病人 开办老人院收容贫苦无益的老人 他也捐出世中心地段 作为仙世师爷的庙子 把仙世师爷封饰为吉隆坡的保护神 仙世师爷是仙世爷和仙世爷两位神灵的合称 仙世爷是指圣明利 而仙世爷是指叶亚氏 两人对于叶亚来都有恩惠 圣明利就是之前有提到的他的上司 对他非常器重并提拔他为副队长 他对甚至有自愈之感 叶亚氏是叶亚来的盟友 他能继任为吉隆坡的第三任贾币丹 也多亏叶亚氏的谦让和推荐 后叶亚氏遭敌对集团的杀害 叶亚来为其报仇外 也立庙纪念 另外他也捐助土地新建拿督庙和惠州会馆等 使人们在精神上有宗教的寄托和凝聚惠州相亲的力量 教育方面 他在家乡只读过两年的诗属 南下创业后 不免对幼师师学有所感触 因此在重建吉隆坡时 首先为吉隆坡创立第一间华文学堂 他于1884年创办华文学属 礼聘前清举人 叶树刚为授克老师 后来将学属改为唐文艺学 此举可以说是开始在马来亚这块土地上 撒下中文教育的种子 为中文教育定下了一些基础 另一方面 为了发展吉隆坡商业和方便居民 他更好聚之在吉隆坡建设道路 以发展交通 在雪兰儿内战期间 在其手中组成的道路 既有巴沙路 加兰帕萨 老帕萨房 奥马克斯园 安邦路 安邦席 罗野街 罗杰席 蒙巴登街 蒙巴登路 鞋街 海席 火治街 福克 Avenue 苏丹街 苏丹街 古路街 葡萄席 古路巴 葡萄帘 磁场街 巴达兰席 随着叶亚来管理下的吉隆坡新兴向荣 以及英国人逐渐将势力 向马来半岛各州内地推进 英国人开始将参政司和有关部门从巴胜签至吉隆坡 1880年3月 吉隆坡取代巴胜成为雪兰俄州首辅合行政中心 这也意味着 伊亚来不得不将吉隆坡的管理权转交给英国人 但对英国人而言 他仍然有他的影响力 也有利用价值 因此 伊亚来受邀为英殖民政府部门 参与州内事务 而且 他继续被任命为华人假币单 但职权主要局限于处理吉隆坡华人社会内部的问题 例如调解邦派的纠纷以及华人风俗习惯的事务 在1885年4月15日 伊亚来居公尽税 并逝于吉隆坡享年48岁 吉隆坡政府部门为表哀悼 在伊亚来病故当天和出兵之日都停止办公 回顾1873年至1880年间 伊亚来苦心经营吉隆坡 将一个战后的废墟 发展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 伊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除了法政外 对吉隆坡的经济、文教、公共建设等 都有很大的建树 他奋斗的一生 充分表现了华族先辈刻苦耐劳 努力创业的精神 也发扬了华族祖先的不怕困难 勇于战斗的光荣传统 后人对伊亚来有不同的看法和称呼 有正称者如明珠英雄 也有贬义者如慈善的暴君 即使在死后百年 伊亚来的地位仍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即使是为了巩固马来政权 以及标榜自己民族对这片土地的发展与重要性 我个人认为这也不代表可以抹杀另一个民族的功劳 马来亚就是由各个民族共同建立起来的 历史摆在这里 即使再多的刻意淡化 只要我们不忘记 这历史就一直存在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感谢你们的收看收听和支持 你们的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哦 我们下期节目见